不斷詢問遠景自己的車到底在哪 因為在不久前白髮老翁 因為失智症發作 在外頭足足迷路了六個小時 新竹這名八十一歲的老翁 在六號下午四點多 在妻子到市區診所拿藥 獨自去找停車位 不過卻忘了路在哪 連自己住哪邊都想不起来 直到晚上十點多 才到竹北派出所求救 而警方趕緊聯絡老翁家人 之後兩名遠景才將他護送到家 老翁足足迷航了八點二公里 花了六個小時才回到家 老翁的家人表示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迷路 因為年紀大加上患有失智症 時常會忘記回家的路 失智翁迷航六小時 最後順利找到回家的路 當平安返家的這一刻 太太開門帶回老先生 更感謝幸好暖心遠景 幫大忙才讓他們一家團聚 記得和孟前蘇一歡新竹報導